丹川主 姑要与你成婚 六少主很意外吗 丹川需要新川帮扶 新川需要丹川联姻 这才有了五少主与静儿的孽缘 但如今 静儿不愿意了 那就由姑来完成两川的联姻 不也算圆满吗 婚姝已经拟好 若六少主愿意 孤极客命人将这婚书发往新川 请婚的这套职意一旦发往新川 父亲定是会舍弃你的 我知道 丹川主 恕在下愚笨 实在不明白 您这是何用意 真没想到 孤第一次与人剖白新衣 对方竟然全然不信 但六少主 孤所说的 全都是珍惜的 谢丹川主赏识 但在下已然成婚 这不便背弃妻子 可姑听李姑娘说 你同五少主与静儿一样 是被迫成婚 毫无感情 而且 她根本就不喜欢你啊 姑的指令 既能保全和亲 又能让李姑娘与静儿两段年缘得以善终 这岂非佳话呀 我 我们虽是奉旨成婚 但我却是真心喜欢李伟 他若不喜欢我 也不勉强 但还请丹川主 无强人所难 我 我也是 刚才知晓 六少主的心意 六少主这个人 还挺好的 我们俩可以试试相处 我不想 就这么和六少主分开 请丹川主高台贵手 姐姐 莫要拆散他们了 姐姐 你现在把他们分开 六少主跟李伟都不会开心的 现在闹一闹过了 就让我同吴少主一起回去吧 原本我就不应该这么任性地跑回来的 静儿 姑知道你记挂两川同盟 可若你不愿 我愿意的 姐姐 吴少主人也不坏 虽然长得一般 又蠢又笨 脾气也不好 毛毛躁躁的 不温柔也不体贴 体格也不行 连我都打不过 那个 能怪说到那个代事了吗 但是 他算个好人 什么叫算是个好人哪 我 总之 总之 日子是过得下去的 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 而且 我还挺喜欢新川的 在那边 有李伟这些朋友们 所以姐姐 别为难他们了 顾明白了 我乔 你 那你 我 没有 我 因为你 不是 我 我想 你 开怀大笑 开怀大笑吗 还得 这怎么样才能让上官静高兴呢 是不是他们 不是还没前功吗 你们俩 我虽然那么说但我现在 我知道 不用解释了 六少主是不想当追训 所以才说喜欢我的 你放心 我不会自作斗情的 你怎么了 胃疼啊 也没让你吃辣的呀 你家老六啊 你一向是不动声色的 不过你也真喜欢 真的把他气得胃疼 让我来吧 来 别来 疼不疼啊 该给我呼呼啊 别碰 别碰 真的假的呀 你是不是就故意 引起磨叨的意义啊 我拿过去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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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算把自己给熬梅了 也不及于说 你说说这怎么才能让上官净笑呢 他天生就是个臭脸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少主可别这么说他 他在内院书堂挺爱哨的 不吃了 我少主去哪儿啊 单纯那么多会哄老婆男人 我我取取经 我跟您一起 我贪 rather 我只是变嘴 我怎么还能让你 我说我 你帮你帮我 哎呀 童师傅 哎呀 你这个样子学个什么 师傅 三个都抬起来 大肩胸挺起来 这就是你想的法子 学变脸 武担叔叔 担健静喜欢变脸 妥协所好 你这学的会了吗 他都说了 学不会就是两百大小的 这么大的决心 应该 这个样子学会什么 郑主 师傅 本来就笨尽全打就笨了 郑主 咋呀 打死人不是 这学不了 这学不了 我会说 你怎么少主啊 你们没事吧 少主啊 没事 我打死人了 还不行 这就打死人了 我会说 子三的回去 你看这给我手打的 这学不了这东西 师傅 你可不能打死我 你这人怎么 哎 搞死你怎么 你这什么玩意 郑主 答应郑主 郑主 你再坚持坚持啊 没有啊 没学会 他回不了青川的 郑主 你别 你 快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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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是很能理解 金金金不愿意跟我们回去的 毕竟 金川 总是没有单纯自在 我在纪川总统里曾玩这个 我可厉害了 从来没吃过 从来没吃过 那当我们约定到期 你回去有什么打算 可能会嫁人 像我爹娘一样过日子 那个人 会做好多好吃的 遇到困难呢 我们会互帮互助 互相商量 永远不会丢下对方 希望那是一个 我喜欢 也喜欢我的人 您的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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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输 我输了 我输了 郡主 您快来吧 对呀 我跟您说 武少主给您学了真的好久 师父打了他多少顿 他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可辛苦了 您就看看吧 就一眼就眼看 是啊 坐坐坐坐 都说了我不想来了 郡主 武少主可是拼尽全力 想要求得您原谅 您就给他个机会吧 看看 他人呢 他人呢 前些日子天天晚上跟前凑合 不想看都不行 接连消失好几天 把人叫过来又在这儿晾着 我不等 行 开始了 来了 原来武少主是想给您表演 变脸 变脸呀 他这变了吗 变了 变了 表情变了对吧 表情变了 算了我不看了 我去工医了 去说去说 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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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上官姐 对不起 对不起 上官 我学了好久 我本来想逗你开心的 结果我还是失败了 你看 不是 你既然来都来了 你就听我说几句话 我就几句话 有话快说 我是想跟你道歉 对不起啊 我不该提出那样的要求 其实那天 我给你做那个辣味的乐团 我不单单是想 让你开心提出那个非分之想 我是想着中秋了嘛 你在新春 度日如年 我不是不知道 我就怕你 想家 所以我就特意做了那个口味 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 我之前说的话 你都记着呢 什么话呀 上官 上官 我记着我记着我都记着呢 不是 你说太多了 你说什么 无辣不欢 人在枪在练功时 不许有人靠近 那机灵切太大不好炒 炒菜不许放糖 你叫上官静 不叫上官倩 还有喜欢看片脸 哪一句吗 哪一句吗 你笑了 你笑了 你终于笑了 太好了 你终于笑了 好好好 哎呀 他笑了 哎呀 他笑了 哎呀 他笑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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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 上官 其实你知道不知道 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老刘啊 老刘 老刘 诚如静儿所言 他有自己的责任 也有自己的决断 上官 我知道 你说跟我回去 无非就是为了帮 李维还有老刘结尾 当然 也是为了单纯嘛 但是我想说的是 甭管什么九川河梦 我知道你 你想要自由 想仗剑天涯 我支持你 放跑一个人 这我还是可以做到了 哎呀 虽然说父亲吧 有可能会惩罚我 但 没事 我能挺 你要是真的想走 你就走 没关系 我不是不中一期的人 嗯 我说了跟你回去 肯定会跟你回去 真的 还行 好好好 那我在这儿我先谢谢你了 啊 我我我 二位少主 此番来我单川的任务 圆满结束了 今日姑特地设了剑行宴 为各位送行 多谢川主 在下近几日走访单川 查看水温 总结了防洪八册 希望对单川有所帮助 以本地愚民为观测主力 以民仿寻 缺席妙方 至红不若防洪 单川如有所需 新川亦不容赐 姑果然没有看错六少主啊 开宴吧 好 这个这个 五少主 啊 虽然舍妹愿与你回新川 但姑仍希望 五少主不要忘了自己立下的字举 与舍妹合婚期间 胆敢纳妾 故一定让你断子绝孙 此后不能人道 单川主 您放心吧 这五少主要是对静静不好 就让他回单川来 当正序 那就要看五少主的表现了 好好表现 一定好好表现 各位一路平安 别说了 小主你给点这 我那这就太紧了 太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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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这边顺 顺顺的这边 你拿着 对 来来 我先睡睡睡 睡点 再睡点走 一二走 好 好 宋总 小心 太潜优了 有劳各位 您别走先回吧 少不过今晚我照 照顾 好 有测试呢 这段小时就不劳烦您了 对 那扶我一把 走 那是这么的 好 少不过 少不过 明儿咱就回去了 不行今天晚上啊 咱俩就将就一下呗 你睡桌子 不是 少不过我睡地上行不行啊 桌子小啊 翻身容易掉啊 不要翻身 少不过 来 怎么起来了 快躺下 一杯酒啊 就一杯 就醉成这个样子了 海飞的丑能 完全喝不了酒 还硬着头皮喝 你是不是讨厌我 没有啊 奉旨成婚 完全没有感情 根本就不喜欢我 全都是你自己 跟单传主说的 我 这 这不是一 一开始吗 我们一开始确实是被迫成婚的呀 那现在呢 我 你自己说的 让我 是起日安分一些 等你开府 就把我送回家 你就是我东家 我就是你伙计 哪有伙计喜欢东家的呀 你还是讨厌我 我从来都不讨厌你 你啊 不讨厌的话 可否有那么一点 一点点喜欢 我 我不太清楚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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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走啊 怎么样 休息得如何 你昨晚喝多了 不记得了 记得 记得 是 我这人确实酒量不行 但酒品还可以 昨天晚上武哥和苏珊把我抬回来之后 就睡着了 没了 没了呀 还能有什么 好了 我洗漱了 你出去 你 你洗你的 不妨碍 你妨碍到我了 跟我出去 怎么了 你干什么呀 你到底亲没亲我呀 难道真是我在做梦 他肯定亲了 我觉得是你在做梦 怎么可能是做梦 谢谢我的记得一亲人数的 不可能是做梦 你也喝酒了吧 你怎么肯定 他就是亲了 他肯定没亲 他亲了 他没有 就是亲了 肯定没有 就是亲了 不可能亲 他明明就是亲我了 快让我没这样子呀 静静 我问你个事情啊 算不问了 你问 我有个妹妹 她有一个 很尊重的东家 但是 她最近发现那个东家 看她的眼神有一点 不迷三道道 最重要的是 是她梦到 那个东家 对她不归 你梦到尹征队 对你不归啊 我妹妹 不是我 行 那你 妹妹 如果只是做梦的话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好像又不是梦 尹征真的对你不归啊 不是 我是我妹妹 我们先忘记妹妹 不能忘记妹妹 好 那我问啊 你妹妹是不是不愿意 如果你妹妹不愿意 那个人还强行不轨 那我就替你朋友教训教训了 哎呀 放下放下 别激动了 最可怕的是 她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愿意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请你妹妹 好好想清楚 她对这个东家 是什么感情呢 回新船之后 我要怎么面对她呀 好 京川为九川之尊 固权九川尸体 所非托聚 固向天下财博汇聚地 京川举债 前都了结丹川水害一事 虽为天下计 却致新川酷盈暂空 又恰逢京川催还借款 新川限于两难 朱爱琴有何见解啊 金川如今要我川归还欠款 那便是有意为难 我们绝不能屈服 他们如此步步紧逼 哼 那就打 司君大人好大的口气 主上辛苦维系的太平盛事 竟被你一句话就泯灭了 四少主的意思 是要归还欠款吗 顾政司已经把钱给了丹川修路 总不能要回来吧 金川明知道丹川出事 他们自私自利 不失以元首也就罢了 在这个结构眼儿 还逼我川还款 哼 如此恶意为之 难道不应该还以颜色吗 司君大人慎言 我川答应金川的还款日 确实要到了 就算金川有恶意 但传出去也最多是不顾情面 我川何来理由发兵啊 没错 我川治理天下 以礼义负重 绝非仗势其人 对 哪个川有难 新川必然相帮 酷炎周转义不容辞 可金川那贪婪的主啊 把老金库看得死紧 又从不帮扶他川 受新川恩惠的时候 倒是慧强第一 如此尚不整治 诸位 我倒想听听各位有什么高见 难道还有哪个私有本事 把钱化回不成 我川一向重心 既然已经答应了金川 哪怕只是归还一部分 也应该尽力 李长主 主上 依儿臣于鉴 要短期内酬错银钱 为急征赴税意图 但又恐累积百姓 儿臣不敢决断 还请主上给以时日 儿臣定然想出法子 为主上分忧 准了 退朝 退朝 公诉主上 要在短期内应付金川 又不能向百姓伸手 这办法可不好想啊 老三 老三 你与金川主有亲 又素来在外行商 可有什么法子呀 我那点产业还不够人金川四压份呢 再说这什么亲戚都触服了 人家金川主记不记得还不一定呢 那个我夫人在家等我 我先行一步啊 二高 死定 这可强头草 若此次金川不是来与我们为难 是来结交的 他恐怕早就冲出去跟人家盘亲戚了 他呀 是觉得这个事情棘手 不想沾边吧 二哥 我收到消息 老六已经解决了丹川的事 咱们得尽快想出对策 否则我怕 你的意思是说 他一个树出的 还没有受到重用的野小子 也配做我的对手 他当然不配 可是他近来 一直在父亲面前刻意表现自己 不知暗得什么心 这 咱总得提防他冒头啊 来 到喽 哎呀 哎 来来来来 上官 小心点啊 哎呀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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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老刘啊 没想到您有心点啊 别死别死了 哎 上官 等等我呀 乖 六少主 带先生邀请 先生匆忙寻我 可有急事 荆川主催脚借贷 然而睡影都拨给了丹川郑虹 眼下库房空虚 暂时无力偿还 可若不偿还荆川债务 恐有算我穿信仰 主上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猜多 主上是不想给名声家父啊 百姓不义 自然不能再盘算他们的家了 我记得先生曾经说过 先主时期曾有一笔坏账 这外员来到都城 包括地方 宴庆 都是从副整司拿钱 却从未还过 但那都是一些陈年烂账 己朝下来 也无人成功地所会牵引啊 你是想试试 但此事必须要承报给主上 要想承报 就得想好万全的法则 先说放心 把兵器放在我房间 不是 上官 上官 听我说 听我说 你慢点 等一下 我想了想啊 我觉得你房间都放满了 不行了 你这些东西 你放我书房吧 你愿意把书房让给我啊 你看你说的 我当然愿意了 我的就是你的 再说了 这房间我平时我也不用 你就放里边 放书房 对对对 来来来 这边这边这边 来来来来 Fact 怎么样 嗯 这就是我设计的 像不像是空穴开瓶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除了要好看 它一定要实用 你说你以后再想拿冰箱 你不用在箱子里 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你在这儿 一目了然哪 班长 班长 测误人这是怎么了呀 好像从丹川回来就不太正常 测误人 时辰差不多了 我们去用午膳吧 吃饭啊 我不能跟他在一张桌上吃饭 我不吃了 那怎么行的 少叔第一天回宫就去忙了 好不容易趁着午膳时间 您可以跟他碰面 您得去 突然肚子疼 去不了了 肚子疼 肚子疼 肚子疼您得去 您快醒来吧 测误人 我真的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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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 测误人 少主请您过去一趟 下个月宫里回生是非 得小心一些 如果有请托的人找到你 最好不要见 李哥们能收 好 少主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个呀 不然呢 少主是为了处理护政司的事 怕有小人钻空子 所以想防患于未然 下个月 要问不少人要债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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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丹春回来 你好像一直躲着我 什么 李温 李温 我若是做了什么让你不痛快的 请直接告诉你 没有 没有 少主想多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给六少主六侧夫人请安 何夫人打发小人来瞧瞧 宋姑娘可是身体有恙 为何多日为去静和殿问安 啊 秦司终成花发 郑哥哥离开我的时候还是夏天 现如今 都已是秋天了 久闻前 我的 这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呀 宋姑娘 宋姑娘 烧猪回来了 命我把您放出来 一个月了 郑哥哥终于想去我了 他心里总归还是记挂我的 我要去见他 稳住些 现在侧夫人 正在被少主用晒 你缺了多尴尬呀 霍苏 你就缺了一趟单穿 你就被那个女人说买了 也不是 就是我觉得 侧夫人人真挺好的 你们太欺慕人了 你 少主累了 你累 你这个字 写得比我倒要好些 妾本身就是少主的人 偶得少主半分神韵 也是妾侥幸得知 少主的书道 连主上都赞不绝口 只要放松 就会写得极好的 少主幽思 少主幽思 是因为金川的事吗 你一个女人家 竟也知道外头的事 气只是听旁人说起 怕少主幽思 这才想给少主解忧 也没有怪你 也只是警醒你 以前方如 就喜欢插手外头的事 锋芒态路 不知进退 全部匹配 敌长主夫人之位 气知道了 气以后所思所想所说 都会在少主准许的范围之内的 是 其实让你知道也没什么 我已经有主意了 你知道金川 最缺什么 金川和新川一样 都没有碳框 只能依附于戴川 方如的父亲 是戴川最有名的框主 只要他搭远输送石炭 给金川 就能抵了新川的欠款 少主是想用夫人母家的财产吗 夫人和赵家是不会同意的 他连人都是我的 他母家那点东西算得了什么 只要他们赵家 继续想和我们新川 做碳框的生意 就不会多说什么 这多是 心里不舒服 我就让老四去游说 他惯会做安抚人情的 少主英明 明日早朝 少主应尽早向主上笔报此事 主上若知晓少主为此事彻夜难眠 你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是 只要我物证尽心 父亲就不会听那些数字 说什么高歉了 你怎么啦 心不在焉的 你怎么啦 我没事 终时不知道 该怎么和东家相处 我 你又得罪六少主了 不是 是六少主 对他图谋不轨 不行不行 既然他都忘了 我也忘了才行 好 好 好 嗯 嗯 十少主 关于倩吟的这则文章 下官 上次已经说过 有些欠途 如今 可有什么新的想法 嗯 我我没啥想法 要您的那酒够 啊 我我我更没有 不如问问七哥 六少主 可有什么想法呀 诶 诶 诶 他们都问了 怎么不我呢 行啊 那我们来听听 五少主的想法 啊 关于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应该是没什么想法 对啊 六少主 你说 我我 学生捉见 新川法度有债必偿 若实在无力偿还可分批次付还 但无论他川态度如何 我川都不应在债务上拒还 外债无法及时收回 或可在内债中筹谋 这终究要是以九川为先 以和为贵方式大传方法 好啊 想法不错 尚续完善 主上 六少主的想法和主上如出一辙呀 可后啊 让老六单独来见顾 是 若安你所说 将护政司多年的滥账给清了 能还上几成千块 三成有年 是 但是从护政司支款者 都是些老江户 是 毕竟你还年轻 对付不了他们 此事 应请教你敌掌兄 谢父亲敬请 儿臣不会自以为是 定会请有经验的兄长从往协助 好 此事若成啊 便由你去京川归还欠款 说服京川主 接受投款 再分批归还 不过此事 不宜大草惊蛇 误让其他川的人知道各种曲折 明白 儿臣 还有个建议 这除了讨回外战 我认为宫内也需节制用度 以身作则 以少主宫院为先 你又来自行的 川姑的职业 星川宫上下皆做表率 从明日起 都不得增添用度 对了 尤其要跟老三言明 速入最铺张浪费的 就是他 是 父亲下令节省开支 尤其对我位已重任 嘱咐我千万不要铺张浪费 我虽然在宫外有很多钱 可我却要坚决杜绝奢靡之风 绝对不能输给其他兄弟 冠冕堂皇 明明是新川主不允许 他把外头的钱带进来 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你们身为我的内院夫人 一定要严守规章 认真履行 侍奉我的职责 让我放心 就是让新川宽心 让天下安心 我怎么感觉 他要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了 从此刻开始 你们的月钱 没了 我的母亲 我已经是金川人 我也就是半个金川人 所以我更应该拿出 金川人永征上游的气势 其他兄弟省一份钱 我就要省十本 从今日起 我要将每个月的月钱 都交给内务厅 我们以后每月只花五十两银子 怎么还没劈死他 划好了吗 走 走 七回来吃了 今天下学之后耽搁了一会儿 回来晚了就别吃了 今天主上将归还金川欠款的证物 交给他老六 是谁跟我说 主上定会满意我的法子 妻不敢妄议朝政 是少主说 夫人的母家可以帮着把金川 还敢顶嘴了是不是 妻不敢 我说过 在这个府上 所有人都要以我为主 主子说的对是对 错也是对 你们要想在这府上 还有一席之地 就都给我记清楚了 此事和我母家有何关系啊 也没什么 本来就是想用你母家的矿 凭了欠金川的欠款 后来主上不想让戴川卷入其中 也就算了 可是 少主 这么大的事 难道你不觉得需要和我分说明白吗 这有什么可说的 这事情又没成跟你说什么 好 您啊 管好府上的事儿吧 桌上有令 要削减开支 好家你今晚 就不必用膳了 饿上一饿 你就知道是谁给你饭吃 也会更功顺些 好酒 好 今日起 那月书堂也要削减开支 言习拆花便何用一份 先将自己心中花的样子 画下来吧 我好饿呀 我也饿了 没吃早饭吗 我也没有吃 怎么了 你家伙食也不行了 还不都是削减开支闹的 现在各家小院都是自己开灶 赵方如是戴川人 喜欢吃的东西又臭又辣的 我那个房间里一大早上起来 又是臭豆腐又是螺蛳粉 那味儿 就跟盲房似的 螺蛳粉臭豆腐 我没吃过哎 你想吃 你想吃的话 那我去给你弄了 谢谢好家姐姐 从赵方如那儿偷的 赶紧吃吧 虎蝎 你真是个大好人 果然臭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啊 多吃点 谢谢 谢谢 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这么臭的东西 上次你跟我说 除了螺蛳粉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好吃来着 臭豆腐 臭肉腐 那我也想吃 下次给你带 不是你闻 味道就是从这个方向飘过来的 慢点吃 别烫着 小梯子 竟然敢偷我的东西 走 火势不错吧 还行 起来 起来 快起来 起来起来 我 郝江 你胆子不小啊 竟然敢觊觎我的东西 夫人 对不起 二少夫人 是 是我贪吃 我让郝家去偷了 我憋他的 不管他的事 不不不 确实是我偷拿的 您不要怪罪李威 要罚就罚我吧 哼 少跟我在这儿言解媚情深了 我不吃这套 怎么 你竟然还敢在我面前站着 还不赶紧给我 吃完了 一不留神就 你当真爱吃 爱吃 听闻 夫人 是带穿的 家中有许多带穿的特色 又听说这螺蛳粉 闻着臭 这这可香了 我心生胆念 对不起 夫人 鲜少有人 会欣赏这等家贫 就你 也配吃我爱吃的东西 你 行吧 我看 这次姑且就饶了你们 先起来吧 不过如果下次再翻的话 可就家规处置了 走吧 还 confront 美女 在这儿 你都没想到 我带着口罩 离开我 没有 你好 我好 好 你你要努力 算了吗 我不想考虚 要 defence 你要去 我 我不想玩 那我要去 你就放心大胆地吃 吃完你就正常练舞 再也不用屁股挨饿了 这 有我呢 这从哪儿来的 这都不重要 就当点东西 你尝这个鸡腿 这鸡腿特别香 你尝一口 干吗去 干吗去 你尝尝鸡腿 我都没找到吃 你先吃一口 你先尝尝 可可吃了香 你一会儿凉了 你怎么把你的文房四宝 书卷 字画全都给当了 就算月银减少了 那也不至于吃不起饭啊 不是 你这些东西 平时我也不怎么用啊 你放着都落灰了 拿着换上钱嘛 不然 你吃啥呢 对不对 尝尝好吃了 脑香了 你尝一下 干吗去 凉了 这 你这 我宝贝 我宝贝呢 宝贝 你把我宝贝也给我当了 我这不是怕你饿着吗 坐了 坐了 这样 我回头想 我爸爸不给他赎回来 我赎回来好不好 别 别 赎你个头 好 一个 坐下 坐下 好 好 宝贝 喂 您的狗 跑到我院子里偷吃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死我没有管好它 一句对不起就没了 那你想要怎么样吗 你的伙食费 问我一半 一半 那不行 我都没多少 我还得养它呢 要不这菜种出来 我分你一半 你这菜都是菜苗 等到能吃 金川的钱都快上了吧 这你就不懂 这颜苗菜长出 只需要七日 破性长出也就几日 还有那个小来菜长出 也就面日 都食肥 它不会长得笨吧 七成 成一脚 烫 这我就不要那么多的 三夫人 你怎么这么这玩意 让着它啊 我哄它的 这少吵一架是一架嘛 况且 泰克城里的小姑娘 哪知道这菜地里 能种出多少来 我给它三成 还是七成 它都不知道 我聪明吗 好 我聪明 张哥哥 我跟你说 李菲 少主 我弄的菜地 这可是违违宫里规制的呀 这菜地若是被发现 我们全都得跟着遭殃 你都拿我东西了 怎么还打小报告呢 我可没有跟你同流合污啊 此事是我准许的 若内部厅觉得不合适 让他们来找我吧 张哥哥 你怎么这么纵他 这也并非坏事 还可以改善生活呢 尹征 你偏心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两个人 就是和气火来欺负人 你们去大川的时候 吃香喝辣 游山玩水 把我一个人 关在小维吾里边 关锦闭 我 怂怂怂怂怂 苏武 别跟着我 不然我再也不回来了 小孩子耍皮剑 别跟他一般见识 那我一会儿再过去看看他吧 你 不躲着我了 我忘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 不生我气就好 我 我的意思是 我没有 少主 还在为药伤的事情发生 是啊 这药债可是个得罪人的事 我们家以前 问别人寄过钱 也借钱给别人过 有些人呢 就是脸皮猴 不肯还钱 特别是那些陈年旧账 要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除非 你比别人 更无耻 更狠心 更懂水墨功夫 这才有可能要的 你的意思是 对方赖账 你就要比他更无赖 对方赖账 面子厚 不读书 兴起是来变相氏淘宅的 这倒也有人选 三少主 但请动他可不一样 得把他逼到头才行 可否请你帮我个忙 我 来 吃饭吧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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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们怎么来的 给你们个惊喜啊 哪来这么多好吃的啊 我们这是要住 公园厨房里要的吃的 姐妹们 你们受苦了 是啊 是啊 走走走走 等一下 什么厨房 最近节省开支 宫里给定的分力 都是有数量啊 你们这样的话 这把这个月的预料 都拿光了呀 拿光就拿光呗 姐妹们难得进宫 不得多吃点啊 救命啊 姐妹们吃得开心 才是正经上 对 姐妹们 为了我们的团体 我们在厨房 烤一只羊 给大家吃出戏了 好想吃羊啊 我们把能烤的 都给它烤了 那我们再烤五壶酒 好 少主 少主 这怕是把厨房的肉 都给搬空了呀 你把月银上交了 宫外的钱又带不进来 这样下去 怕是连三天都熬不过了 哎 少主 少主 哎 你挺住 快点了下去 快点了 到我们之前 想把金专签人时给建成了 对 一定要先去 对 少主 你挺住 少主 你挺住 挺住 这金专签言一事啊 实在与新专关系重大 客不容缓啊 客不容缓啊 我这回来找六弟呢 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法子 若你有二人联手 定能一级之省 为新专分拥 三哥尔聪慕名 想必也知道我保持父亲的计划了 计划 这是各部官员欠护证司的债务 以及他们的身家净状特质行业 都在部中 要债 没错 这个我擅长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三哥请 六弟请 哎 开门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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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来看呀 新专离子 解释了 江湖军 可千千不坏呀 千百一金万三千八百两十年不坏 忽持之急啊 这都知道你们杨家有钱 所欠年龄也不多 不如咱们就把钱还了 你也不打听打听 小爷我试试 就连你们第一张主见了我 都得礼账三分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再说了 祖父当年欠下的旧账 凭什么我来还 对了 祖父呢 前年他过身了 你找他要去 钱呢 我是一文钱都不还 你打我呀 好 多谢杨老板 祝您得偿所愿 生意成果啊 算少主啊 我们家老爷就是做了些小生意啊 根本就还不上 当年江湖真实的钱呢 你要是烦我柴你 你就高谈贵手吧 姬姨 走着 三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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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三少主 我还钱还不行吗 不用 这就够了 还少主 还是我也还钱 这么大岁 有钱养小姑娘 还能没钱还 身子都不错 这是你父亲的先天 应该在十三年 又六个月零七天前就换上 足足三万五千两百亿 没有了 刚才好像拿错了 这张是你 你应该在十三年 又没有了 你竟然这么喜欢吃呢 我这儿还要 满用 不是 没有差错 您这是妥妥的味草 还伪造了这么多 这可不是我父亲的手机啊 那不成 只能上工厂啊 看看他们是信你 还是欠人 少主 这钱它是我父亲欠的 跟我没关系啊 你看这不年不节的 你行这么大礼 你 你得 给孩子 别跟我客气 你父亲借钱 可是为了你取亲资产 而且你店内流水 我已经看过了 每个月足足有五万两百亿 区区三万五千两 为何还不上 紧了别想 你家三代证 我都已经看不清楚 不然也不会当你的门当 大富大贵 老六啊 从前我确实不太喜欢你 现在看来 你还有点本事 薄玉三哥 彼此彼此 是点东西在看吗 多谢 少主 这次好像真的很用心 若能解决此事立下功能 明年开春 我便可以开府上朝 真的 那我岂不是到时候就能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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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讨债的事情怎么样了 讨债的事情怎么样了 多亏你让姐姐姑娘进攻脑了一番 要不然很难请谋藏工 那三少主是舍不得可扣他们的 那三少主是舍不得可扣他们的 不然他们早走了 可惜在新川女子难以谋生 如果他们离开了三少主 也只能再加一门了 要是在金川单川 女子能够自己谋生 也不必依附于其他人 自己谋生 也不成功 因为我让你去 你去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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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做过两个人 你去秩座 在季川是亦夫亦妻之党 我在这儿连个正事都没婚到 回去之后 好的人家 肯定是要讨论的 在季川为人测试还要被人诟病 在我们那儿 不论男女 但凡有点气性 都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爱人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新川有新川的规矩 没关系的 我和我的家人 都不在意别人说什么 你回去以后若有难处 只管写信给我 只要你肯开口 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做的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多谢少主 我吃饱了 少主 你多吃点 你也合适的 小人一直都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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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digging 让你离开 我问你啊 新春可有心理将侧夫人扶正的 少主英明 这正是留下侧夫人的一个好办法呀 我是希望她能以正式的身份 与我合理 少主啊 您自小就没得到过些什么 便是一个心爱的人 也不为自己争取一下吗 不过她心里有我 我一定会尽离一室 我一定会尽离一室 但现在 我也不想勉强她 如果能以正式的身份与我合理的话 至少回到姬川 她能好活一下 先主时 十三少主 曾改立过侧夫人 内务厅有载 她先让侧夫人 在内院书堂考得头筹 得到资格 开府时 便以需要女主人掌事为由 改立侧夫人为夫人的 所以只要我能开府 她又能拿得头筹的话 这事就没了 嗯 少主啊 您若是将您的心意讲给侧夫人听 一定会打动她的呀 我听了您刚才那番话 都想嫁给您了 何况是旁的女子呢 不是 坐 你这是 为了我能顺利开府上朝 为了我能顺利开府上朝 下一次内院书堂考试 请你考第一 可是神机做不到啊 你是 你真的 是的 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没有 嗯 嗯 嗯 那为了你走日开府上朝 我试着 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功课 开始吧 天下花到高低醋 郑哥哥要不再喝点粥 上三下卷 情下中 所以 你们干吗呢 吻书 这花叉的 谁家叉花放葱啊 这蔬菜也算是跟花草同类 也有几分野趣 真哥哥 这也太野了 这你都夸他 如果插葱也算插花的话 那你怎么不干脆把什么 茄子 韭菜 辣椒 全都插进去啊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啊 这许多蔬菜都是开花的 谢谢宋先生 喝八嘴吧 好 怎么了 薇薇 没食欲啊 她入冬节课 六少主 少母拿个第一回去 这不是赶下次上架吗 第一 这六少主平时 不是挺实际的人吗 怎么突然拔苗助长 冬家都开口说话 这苗我是拔也得拔 不拔也得拔 不过这样也好 帮了她可以早些离开 你要离开啊 去哪儿 离开这个书院呢 我就想拿着第一可以 不用田田来学堂了 要不我们一起 给你补习一下课文功课吧 这恐怕是来不及了 眼下我倒是有一个法子 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叫百娟弃考 这样不就好了 好方法好方法 不行啊 这样 叫百娟你们怎么办啊 我们巴不得考倒数第一呢 好让内务府记老三 一个教内不严 就是 我们凭什么给那个死老三张脸 我倒数第一 你就倒数第二吧 我猜都是第一好吧 别急 不论实力我猜倒数第一 都别跟我抢 没人给你抢 让我给你啊 也有可能是我 我卷子都写不完 确实 我有粉色感 你要滚出来 你看 这边吧 这个真好吃 这边 三下五去二 四下五去一 五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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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 进一 六 六 这算抽课也太难了 刚学看账本 这算盘怎么用都用不坏 你们老家不用住算吗 老家那些账心算就行了 这个 五上五进一 来 你打一个我看看 六上一 来 六上一 六上一 九 九 减一 七上二 六上一 七上二 九上一 志明 六上一 九上一 九上一 九上星 四上一 六上一 五上 róine ひとす笑 最厉害 那少主既然这么聪明 这剩下的题目也帮我看看吧 行 我看看 休想着好话碰我 少主变了 从前她很愿意终于我 你不懂 男人就是善变 以前我不懂 现在明白了 爱情会让一个人有变化 你俩挺懂啊 心散散四季共渡 郁鹏 郭虎 先祖师 marching的一寨 你们兄弟俩 都是解决得很是不错 儿臣幸不辱命 此次追回的债务比预期的还要多 足以归还金川四成千块 既如此 你二人同去一趟金川 说服金川主接受分批还款 父亲准我出宫了 老三啊 这可是差事 不是外出野犹 儿子明白 这一千块呢 顾会先派侍卫送往金川 让九川明白 我星川已归还钱款 绝不失言 你二人便轻壮践行 押后再走 不得引人注目 是 是 侧布人真是厉害 说是只需几日就能长成 还真要收获了这么多 是啊 这下咱吃饭的问题 一下就解决一大半了 好了好了 好 这个给好家姐姐拿去 这个就给上官 这个给思思 这个给海棠姐她们吧 这个给宋子 之前说好了给她记成 记得告诉她 说收成不好 就请她呀 走 这小贝可真是个人才啊 这种的菜 比内务厅发的还好吃 要不然说呢 关键时刻还是得姐妹靠谱 那个死老三 就知道顾着自己的面子 根本就不管我们死活 就是啊 说得就是啊 可真棒 三上谷回来了 你们怎么都不吃了 我们不饿 你吃 不要这样 这样我会心疼的 没关系 少主您吃吧 不用管我们 看这饿的都打嗝了 你们真的是受苦啊 原来我还想过 你们是不是为了钱 才跟着我 没想到 如今这般落寞 你们不仅不离不弃 还把这菜都给我吃 双将 狗屋日子快到头了 我们马上就能回家了 这次追讨欠款 我立下汉马功劳 夫妻已经准我出宫回府了 过几日 我要去到金川 大家就在家等我 带我回来 我们一家人就又能团聚了 所以 那三少主是要走了吗 对 不要太想我 我会尽快回来的 我这还没走呢 就这么想我 来 吃饭 吃饭 海棠 来 吃 你菜园子众出的破讯 按照你说的法子做的 你菜园子众出的破讯 什么字 你这字写得连行都没有 还不如小十一写 这种结构写得不好 有家练 本来科业就不少 你还给我家练 我知道我是丑 行了吧 也不是丑 是 还 还挺可爱的 至少比五个写得好 那要是想比 古少主写得还丑 也是不容易的 之前说你是只猫 现在真成花猫 好 我给你擦点 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干什么 你就是故意的 我可是六少主 你不能干什么 你哥哥就是故意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过来 我没有故意 你过来